好 继续镜头回到台湾 来看台南禁司堂的御佛典礼上 有袁景前往共襄圣举 而另外也有志工在御佛当天忏悔过往 同时也期许自己要更加的把握人生 来自台南各派出所的袁景 前程何时唱颂 诚心的祈求社会祥和 人人平安 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太多 所以说来参加御佛 让我们洗尽人心 降低欲望 所以在这特殊的日子 我们邀请他一同来参与 安心他们的身心 袁景参与期望借由御佛安定身心 而这位慈祭志工李佳蓁参与御佛典礼 他说过去他的脾气不好 直到进入慈祭见习和培训后 陈中喜需法乡才慢慢反思自己 于是他从环保做起 李佳蓁把资源回收变成每天的生活习惯 不怕臭不怕脏 也学习珍惜悟命不浪费 做环保让我自己的生活的那种习惯 有很大的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改变 一场庄严祥和的御佛典礼 让参与的众生抱持感恩的心情 重新反省自己 也期待未来的每一天会更好 大爱新闻 珍珊美志工 许红南 林碧芝 台南报道